网友们晒出惩罚二哈的方式,简直,一个比一个狠。 都说狗狗犯错了也不能打不能骂,要像教育小孩子一样,跟他讲道理,但是,这对养了哈时期的主人来说,根本就是放屁。 像二哈这样的蠢汪,不教训他一下,也能演得下这口气。 下面这位主人家就养了两只哈时期,其中一只经常拆家,可以用两天一小拆,三天一大拆来形容。 主人实在忍无可忍,于是便将他的四条腿捆起来。 这招还真是蛮灵的,二哈似乎知错了,接下来的几天都没有拆家。 但是到了第四天,他似乎忘了被惩罚的事情,又开始拆了起来,而且这次还带坏了家里的另一只哈时期。 主人,那就一起绑吧。 二哈,等我解除封印,你就完了。 跟上面的惩罚方式比,下面这个看得出是动了脑筋的。 因为家里的二哈喜欢咬床单,一个月要换好几条,于是,主人想出了一个办法。 他特意找人设计了这款装品。 结果,两只二哈瞬间猛逼,连房间都不敢进了。 二哈,那撒狗太可怕了,我们还是退吧。 看了上面主人的惩罚手段,很多仰二哈的网友都坐不住了,纷纷晒出自己的方法,简直,一个比五个狠。 你最好放我下去,我跟你讲。 你看看你,又生气,怎么那么爱生气。 你这家怕是不想要了吧? 看我的眼神,怕了吗? 不许吃,不许动,不许不许不许。 能把二哈训成这样,佩服。 下面这只二哈因为总是乱药,所以。 二哈,你可以罚我,但不能侮辱我,这还让我怎么在狗结混。 虽然很搞笑,但禅师哥还是不建议大家这样惩罚狗杂,如果不小心误伤就不好了。 不过,面对狗狗犯错,你有独特的教育汪的方式吗?说出来让大家借借一下。 欢迎投稿,爆料或者吐槽,加入我们群组我要爆料,或者发邮件到我要爆料粉丝页。 我们会有专门记者,帮你编辑成为文章,发布到我们网站。